同學大家好 如果看完上兩條影片 其實已經教完第36課 所以又會去第37課 教完第37課就已經結束了 36課我們學了什麼呢? 一個簡單的recap 就是我們學了5種方法去檢視反應速度 這裡寫了Volume, Pressure, Mask,用顏色 還有Concentration 有這5個方法 我們之前也看了一個影片 關於Collision Theory 我們知道有這4個因素的改變 是會令反應速度上升的 濃度上升會速度上升 溫度上升會速度上升 Surface Area上升也會速度上升 Catalyst上升也會速度上升 那好吧 問題就來了 我們學了這麼多這些東西 不是周元申說濃度上升就會速度上升 科學是講求驗證的 所以第37課其實是學什麼呢? 第37課就是我們嘗試去利用第36課學的方法 去驗證Collision Theory裡面 教你的這4個因素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速度上升 所以第37.2這個部分 其實就分了4個項目去教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4種實驗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的 你要學4個實驗 4個實驗 而這4個實驗 是會分別用到以上的4種方法 4個實驗用到這4種方法 所以我教的時候 你每一個都想一想 究竟我們用了什麼方法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就逐個來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驗證的是 去嘗試去看一下濃度改變 是否真的會令到速度改變 這個反應很簡單 就是Magnesium加到HCL裡面 聰明的大家一想 就會想得到我應該用什麼方法 去 monitor 反應速度 那如果這裡有氣體產生 那當然是應該用Gas Volume 是最棒的 因為這個反應又不太劇烈 那產生氣體 一看那個Gas Serene 動得多快 那我就知道了 那所以會怎樣做呢 用這個setup 這個setup大家應該就熟了 那怎樣呢 我們知道了 我們做一次的時候 我們隨著不同時間去看Volume大小 那我們呢 就會可以拼出一條Graph出來 譬如這裡是Volume 這裡是Time 那應該呢 我們collect到Volume 那個趨勢 大約會是這樣 那這樣呢 我們就做了其中一次 其中一次而已 這樣的圖 那但是我們這一副是說什麼 我們想知道不同濃度下速度是怎樣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重複實驗做很多次 就是好像下面這個結果這樣 我用最低濃度做呢 就得到一條這樣的Curve 應該 因為那個氣體產生沒有那麼快 是吧 氣體產生比較慢 但是當我用不同的濃度去重複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濃度越高的時候速度越快 你會說 我怎知道速度越快 看看圖 我們會比較什麼呢 我們會比較它的Initial Rate 就是這個位置的斜率 這個位置的斜率 那因為這裡四條不同的線的Initial Rate Initial Rate Initial Rate 其實是 Proportional to它的Sloop 那所以呢 只要我 repeat the experiment repeat the experiment with 不同的濃度 的時候 重複這個實驗用不同的濃度 然後分別去看看它的Initial Rate 很大 那我們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我們就會知道什麼 越高的濃度 Initial Rate 就越快了 那在這個Case裡面 最快就是2 最慢就是0.5 那好了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 圖最終的趨勢是大家歸去同一點的呢 好了 那首先你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這個實驗的setup裡面 它應該是用哪一樣東西是excess呢 它這個setup裡面 就是用了HCL去excess HCL是excess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每一個實驗使用的 Mass of Magnesium 是一樣的 如果它每一個實驗使用的 Mass of Magnesium 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Number of Mole of Magnesium 是一樣的 如果Number of Mole of Magnesium 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equation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用的Number of Mole of Magnesium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最終產生到的H2 的Number of Mole 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們最終的Hydrogen Gas 的Volume 是應該要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雖然它們一開始的速度不同 但是最終 最終 總共產生的Volume 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要學的實驗 就是用實驗的方法去驗證 濃度上升 是速度上升 濃度上升 是速度上升 如果呢 聰明大家就可以想想 如果我用的是 這個Volume 大家一樣 但是Magnisium是Exx的話 那圖會有什麼不同呢 你可以想一想 你之後做的MC 也會遇到相似的題目 OK 所以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學這麼多 OK 就是學關於濃度上升 速度上升 這件事 OK 我 因為這個實驗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不在這條影片裡看影片 我放一條連結上去Google Hasbro 你喜歡就看 下一個實驗呢 我就會在這條影片裡拍給你看 因為下一個實驗很重要 如果有些人會skip了這條影片的話 那你沒有看到實驗呢 你就沒有了 OK 然後呢 到解釋 這個解釋 這個Collision Theory 其實呢 你已經學到了 是什麼呢 濃度上升 就是等於這樣 變成這樣 舉個例子 左手邊呢 你當是0.5M的HCL 右邊呢 是2M的HCL 然後呢 大家都是什麼呢 大家呢 都是 Excess 的 OK 所以在這裏呢 你會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HCL 和這裏裡面的MG 碰撞的機會率呢 是大過在這邊很多的 那碰撞的機會率 增加就是什麼呢 就是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Time 是會上升 亦都就是Rage 會上升 那同樣道理 它下面這裏都有寫的 就是如果它在 Pressure 增加 Pressure 增加 Pressure 增加 我們的印象就是什麼 譬如針筒 你按扁它 那就 Pressure 增加 那所以呢 這個位呢 就是這個scenario 其實也是For Pressure 增加 這件事的 這樣 所以這兩件事都會影響反映速度 那第一個步伐我們學就是這裏 OK 那這裏有條題目的 那你會自己做了Cast Practice 37.1 沒什麼問題 那然後呢 就到第二個因素了 第二個因素呢 是想研究究竟 那個Temperature 上升的時候 那個Rage 是不是會上升的 但是這裏呢 我們又教多一個新的實驗 那這個實驗呢 要講一講給你聽先的 那這個實驗呢 那這個實驗是為什麼呢 就會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Soldium-Fal-Sulfi Soldium-Fal-Sulfi S2O-3-2- 那這個東西呢 是遇到酸性的話 它就會產生兩樣東西 一樣東西呢 就是SO2 就是SO2 Sulfa-Diox 這一樣東西呢 是Sulfa的Solid來的 那這個實驗是拿來看什麼的呢 它就會在底下畫一個靠叉 然後呢 當實驗一路進行的時候 產生越來越多的Sulfa 因為Sulfa 是Yellow 或者Pale Yellow 的Solid來的 那所以呢 當產生的Sulfa 的Amount 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它就會 令到Solution變得很混濁 Turbid就是混濁 然後呢 Cross呢 就會Eventually Border out 就是會看不到的 遮住了 這樣子的 然後呢 我們就重複這個實驗 在不同的溫度的情況下 重複這個實驗 那我們就可以研究到 究竟溫度上升的時候 的速度是不是上升 在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實驗你未見過 還有有些特別的 所以我們呢 會在這裏看片 OK Temperature on the rate of reaction between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and sodium thiosulfate solution On a white tile using a whiteboard marker to mark a thick cross with the size just smaller than the base of a 100cm3 beaker Mix thoroughly 5cm3 of sodium thiosulfate solution and 45cm3 of deionized water in a 50cm3 measuring cylinder add this diluted solution to a clean and dry 100cm3 beaker place the beaker on the white tile marked with a thick cross quickly pour 5cm3 of 2mHydrochloric acid into the beaker and start the stopwatch at the same time record the temperature look vertically down through the solution from above the beaker to observe the cross on the white tile when the cross becomes just blotted out completely when the cross becomes just blotted out completely stop the stopwatch record the time taken for the cross to be just blotted out completely Mix thoroughly 5cm3 剛剛已經做了一次了 他現在重複一個實驗 當然要用不同溫度 呢 他就重複一個實驗 當然要用不同溫度 他就重複一個實驗 但是呢 先把這個實驗 升到35度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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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CL呢 都應該預先升溫度 35度才對的 他就沒有說這個步驟 給你聽 他就只是告訴你這個beaker 應該要升溫度 35度 但是呢 其實呢 如果我們之後做這個實驗呢 我們是會把兩樣東西 分別都放進去water bath裡面 升溫度35度 現在是這樣才準確的 如果你這個冷的這個熱的 你混合就不同的溫度了 是吧 所以有些問題的 這段段片 你知道就可以了 他呢 雖然他沒有說pre-heat那個HCL 但是他呢 混合完之後呢 他都有 記錄那個temperature 這樣也可以的 但是呢 只不過呢 他正常來說呢 他應該呢 他混合完東西下去之後呢 就不應該是35度的 應該會混合冷了一點點的 那所以呢 如果他 他現在兩個溫度差不太遠 但是如果他那杯是熱的東西 然後他倒很多冷的東西下去 你想70度 譬如你想70度 那你倒完下去 就可能變成只有50度 那你就做不到你想要的實驗了 那所以他這個實驗呢 就是 是的 他叫做record 做一個不是他想要的溫度 其實會 然後到附近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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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 向 回 停 然後 停 重新試試,但在不同的溫度 從結果中,找出相關的關係 和溫度的溫度 剛剛已經完成了實驗 但它沒有告訴你結果如何處理數據 因為你拿到數據應該是一個時間和不同的溫度 那你如何把它反跪變成溫度和溫度的關係 就看看你的書後面,它會有說 這個實驗應該大約明白了 因為我們量度的東西,事實上是那個 Time taken to blot out the cross 但你會知道,如果我需要的時間越短 其實是代表速度越快 我需要的時間越長,即是反應速度越慢 所以,Average Race 是Proportional to 1 over time taken to blot out the cross 所以,我們拿到的實驗數據 其實應該,你本書左手邊的這一堆東西 就是你真的在實驗裡拿到的數據 越低溫度的時候,需要弄到 Cross蒙了的時間是越長的 越高溫就越短時間 我們如何處理數據 先將1除以這個時間 那這個呢 這個組數據呢 其實就等於什麼呢 這一組數據呢 是Proportional to Rage of Reaction 所以,就很簡單了 我們只需要將這一行 打直這一行 和Temperature Port一個Graph出來 就像這裡這樣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在不同溫度下 那個Reaction Rate的關係是怎樣 所以,我們呢 Port了這條Graph 就很明顯看到了 溫度上升的時候 那個速度就會上升的了 而且不是Linear的上升 Expotential的上升 那我們去到中六的時候 我們會計這些數字 就是有一條數式給你計 就是溫度Double的時候 反應速度會增加多少倍呢 你可以計出來的 不過現在呢 你先學了這個理論 我們叫做 這個就是這樣 我的實驗的反應 這個實驗呢 很經典的 因為它的效果很明顯 還有它處理數據的方面 是要求一些技巧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1over 去代表速度的 所以這個一定要認識 OK 然後呢 如果你認識到這裡之後 那怎樣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題目的了 解釋呢 其實之前都解釋過的 Collision Theory 如果你聽得明白之前 講Collision Theory的話 就是怎樣呢 溫度上升 濃度不變的話呢 現在左右濃度不變的 那我當你左手邊是25度C 25度C 右手邊當你是 譬如60度C 那呢 溫度上升 溫度上升 我們知道是 kinetic energy of the particle 上升的 那這也知道是什麼呢 那些粒子的 Ribration 的程度呢 是會上升的 Ribration 不要說程度上升 Ribration 是more rigorously Vigo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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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意思呢 Ribrate more rigorously 它碰撞的機會率 就會越高 碰撞的機會率 越高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Per Unit Time 是會上升的 那也就是什麼 Rate是上升的 Number of Effective Collision 不寫了 Collision Per Time Per Time 是會上升的 你聽得懂我講的就行了 OK 那這個呢 最終去到的結論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Temperature Temperature上升的呢 就會Rate上升了 我們這個實驗就證明了這件事 那如果做完這裡呢 其實呢 你就要怎樣呢 你就應該做一下一些題目的了 那呢 大致上去了 那麼多先啦 我們在這條片下 每條片一個 簡單一點 就是你可以separate去做題目 OK